各位观众,大家好,欢迎回到香港当代艺人禄的节目,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薛国先的生平, 在1935年薛国先被接受为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成为会员, 并获得了MSP的荣涵, 抗日战争期间,在广州各地,薛国先进行了巡回演出, 直至到胜利之后,就回到香港, 在1936年,他远赴南洋, 在《国先集》这本书里面,他发表了蓝油紫翠一文, 同年他被推举为八和气剧协进会的理事长, 第二年,《国先声》剧团,就在香港演出了《雕蟬》、 《西诗》、《黄昭坤》、《杨贵妃》、 这四套剧,我们合称四大美人, 和《湖北归》等一批贵借人后的名剧, 及后日本占领了香港, 薛国先未及走避,内心十分苦闷, 直至于五月初,他就逃离了香港,到达了《湛江》, 到达《湛江》之后,他就立即登报声明, 就说前售日购户,束缚就滞留香港, 香港现在脱离了这个苦口了,将会全力为国家服务, 这个日购建报之后就大怒了, 就立即派这个便衣的宪兵,前往去绑架他, 想着,但是后来幸好得到一些外国的船员帮助, 他达转进入内地,继续以郭先兴的名义, 在港西的玉林、吾州、桂苑、桂林、柳州等地演出, 他还将所得的收入,扣除了膳食费之外, 全数捐作抗战的用途,抗日战争胜离之后, 他就因为病,就回到香港居住了, 在1947年,他参加了龙凤剧团,到广州的演出, 稍后他再次重组回郭先兴剧团, 在1950年,和邓碧云合组了郭云天剧团, 去广州演出,同时他当选为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会员, 在1952年,他再次组织郭先兴剧团, 先后到过越南新加坡演出,回到香港之后, 他就参加了马斯增、红线女所组织的真线美剧团, 演出了这个名剧《蝴蝶夫人》和《清宫恒史》, 三位著名艺人的合作,又写下了粤剧《夹新》的新一篇, 在1954年4月20日, 泄国先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, 参加了广州的工作粤剧团, 先后担任了广州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, 中国粤剧家协会广州分会的副主席演出过的剧目, 包括有《闯王进京》、《保育怨婚》、《盘夫》、 和《龟山喜和》等,除了参加演出之外, 他还继续积极从事改革的工作, 在1955年,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, 在1956年,他再重新整理演出首本戏《孤原扫劫》、 《胡不归》、《西施》、《保育与代育》、 《花染状元红》等,同时他也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, 被选为民盟广州市委会的委员, 在1956年10月,广东省召开粤剧界代表大会, 他当选为戏剧广州分会的理事, 在同年10月30日,在第一次理事会议上, 他当选为副主席,当晚他在人民戏院演出《花染状元红》的时候, 很不幸因为脑出血跌倒了, 但他仍然坚持将全套戏演完及后, 演完套戏后送到医院抢救, 但很可惜抢救无效,最终在第二日就去世了, 当时他中年是53岁。 各位,今天介绍泄国先的生平, 介绍到这里就暂时完结, 我们下一条片会继续和大家介绍泄国先的,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 请你留言,点赞,分享给你的朋友, 同时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这个, 阿N与阿Lam的频道, 拜拜,我们下条片见!